我们看一个问题 就咱们现在01能够免密登录0203 那咱们0203能免密登录01吗 不能吧 咱们其实可以看一下 02上面227都没有吧 03上面实际上也没有 即使你有它也不能免密登录 即使你有它也不能免密登录 那这个东西咱们要什么 就这是一个点 也就是咱们什么 免密它都是单向的吧 对不对 免密都是单向的 因为咱们刚刚看到时间是什么 就咱们是哪台机器 需要免密登录其他的机器 咱们都需要在你的什么 机器上去生成属于你自己的密钥 对吧 对不对 每台机器你的什么密钥 对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好吧 实际上不一样的 那现在咱们什么 咱们来看下咱们如何在02上面去设置免密登录咱们01的对不对 那咱们刚刚看了你没有SS27的命令吧 没有的话咱们是不是应该安装你的SS27的命令对吧 那02上面怎么安装 那02上面怎么安装 02上面现在也压吗 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 压什么 clean over一下 对吧 先直接clean 先直接clean on 先直接clean on 然后呢 然后呢 压以后 力写一下 有吗 有吗 啊有吗 是不是没有 没有的话咱们是不是应该是什么 首先配置一下咱们的样物源吧 对不对 配置样物源咱们怎么配置 cd到哪啊 写上etc下的亚能点什么 riqo点d吧 是不是在这里面 对不对 那这里面咱们说现在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无效的吧 对吧 那咱们什么 先要做一个请命令操作 对不对 riqo点什么 不用点了点riqo点dak吧 是不是这样的 啊 那两个吗 来个新 是不是ok了 对不对 啊 那然后再接着咱们要做什么 咱们这次第二台机器咱们还需要 把咱们的安装包搓上来吗 不需要了吧 是不是咱们在第一台机器上咱们已经配置过你的web服务器吧 对不对 配置过web服务器 那咱们这边咱们要做什么 是不是直接来 配置一个riqo的源吧 对不对 咱们做什么 riqo点iqo 可以吧 是不是这样的 难道这里面咱们说什么内容呢 是不是一样呢 cd到etc下的样能点i 是吧 这里面然后什么vii下什么init 是不是咱把这个东西全都拿过去可以吗 是不是 直接把这个东西拿过去吧 咱们要改什么东西吗 这里ip地址要改吗 改成r是吗 啊 是不是改成啊 不用改吧 啊 你web服务器在哪 在一上吧 对不对 web服务器在一上吧 是不是我哈德布林啊 我只要能够什么 能够访问你哈德布林一是不是ok了 对不对 我只要能够什么能够访问到你这个 web地址吧 是不是 能够访问你地址 我是不就可以从里面下载我的 安装包吧 是不是这样呢 直接就可以啊 好吧 是吧 那这个咱们什么 零三是不是也一样 咱们先把零三一起做吧 对不对 样点什么 riq 点d 然后呢 riq 点r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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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q 是吧 然后vi 什么 init 点riq 是不是 对吧 那这里面呢 咱们也同样 把这东西靠回来 哎呦 这就这里啊 太快了 是吧 但是这边都是一样的 对 注意啊 其他两台机器 这个地址咱们都是指向01的lab服务器吧 好吧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咱们为什么要建lab服务器咱们作用就在这里 对吧 一台服务器咱们可以什么 供你的机器上的所有的机器 来下载咱们的安装包网 对吧 一个外部服务器咱们供机器里面的所有的机 对吧 那企业里肯定会什么 企业里会正门搭建一个这种的 样物园的服务器 对吧 样物园的就像咱们说的163 它就是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圆 对吧 所有的嘛 他把所有的安装包都扔到这个圆里面 对吧 咱们昨天是不是这些事吗 试了一下咱们自己创建一个样物的库吧 对吧 自己创建吧 你自己写的软件 对吧 只要你打成RPM的包 咱们是不是一样 可以去创建咱们这种的库 好 那这个呢 咱们就一样 对吧 保存退出 这边同样是什么 保存退出 对吧 保存退出完之后咱们就做什么 Cleanout吧 对不对 Cleanout是咱们一定要做的 好吧 那然后呢 再介绍什么 样物能力是在吗 Cleanout是咱们直接去找 好吧 重要的嘛 咱们要安装的指示你的客户的 对吧 指示客户的呢 样能什么 Y Install 这个 对吧 现在咱们就安装好了 那什么 直接CG到外面吧 然后 20227 咱们来试一下 Loot 那什么 豆腐 0001 对不对 咱们刚刚说的 怎么样 那你001 免密了我 那我能不能免密你呢 是吧 我就不用001 那什么 192.168.137.91 是吧 可以吧 可以啊 那看一下 yes 是吧 对吧 这里是不是什么 要输密码吧 就是没有免密 对不对 没有免密啊 然后什么 注意看这里 我这里是IP地址啊 怎么会什么 这里又跑到这来呢 是吧 因为他这里什么 现在感觉说是咱们 当前的连接实际上是在 他都不你腰上啊 他读起的是他都不你腰上的 配置文件 对吧 读起的是这个 那当然什么 咱们在这边 你能做这个吗 他都不 有0001 这边咱们能认出 还都不001吗 是不是认不出 对吧 这边咱们还没有配置你的 或使文件吧 对 没有配置吗 好吧 这个档名叫做呀 对吧 单独有目标 继续在哪 他读的就是对方的 例子 好吧 那这个咱们就什么 那同样 要配置一下 咱们这个etc下什么 或使 对吧 同样要配置这个 那这个咱们也到这边来 vi下 拿什么 写上etc下来 或使使 对吧 直接把这个 后数过来 好 那这个呢 换一下 二物件 然后是后数过来 保存 保存 退出 对吧 然后现在呢 咱们就说什么 路图 然后 eat 001 看到吗 对 IP地址 跟这个什么 主机名 是不是都会 做这种操作 对不对 都会啊 第一次的咱们都有这种操作 对吧 123456 是吧 这样一来 现在同样是登录到 001 那这个呢 咱们就同样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2027-t 一根的操作吧 对 然后什么 -7 3 咱们可以指定你的什么 指定你的加密算法 好吧 指定你加密算法 好 咱们走着 那这个是不是也一样 对吧 提示都一样了 好 回车回车回车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你要看的话 什么 101427 里面是不是一样 有这两个 密钥地吧 对 13层咱们就同样有密钥地 然后再就 92427 然后放什么 copy 然后是root 他 提示 一样的吧 对 每次操作提示 当然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咱们再接着干什么 1227 然后是 兜布 0001 是不是一样 对 现在不需要 要输密码吧 对吧 不需要输密码 那拿什么 咱们说等人呢 嗯 怎么这么多人 对吧 咱们刚刚测试了 直接要退出来啊 这一步咱们一定要追 主要是看这里 对吧 看这里再操作 你不要什么 不要哎 咱们到这边 然后又在这边来个什么 就是他写冻 对吧 对吧 然后是路他 然后二他什么 都不 0003吧 对吧 003 然后呢 咱们就一样 yes一下 然后什么 123456 对吧 123456 咱们就什么 直接 做好了 对吧 然后再叫什么 那你二十二七 那什么路他 然后是二他 都不 0003 是不一样的 哎 啊 少个零是吧 没有问题吧 对吧 所以说 现在来说你是不是都可以免力登陆 到对方 之下吧 对吧 都可以免力登陆到对方之下 那这个咱们是这样的 那这个咱们是这样的 是不是也一样 对吧 03咱们是同样的操作 就是什么 SSH-T 跟 对吧 直接三层 那你加不加这个都无所谓 好吧 反正默认就是什么 默认就是咱们的RSA的方式 如果说你想用其他的方式 那咱们就用杠T来指定一下 对吧 杠T来指定一下 现在咱们看一下 有没有有没有info info都没有啊 没有啊 好吧 copy什么在哪呀 这个太长了 我感觉 都不知道在哪 千金墨的在这里 刚刚咱们那个叫船 S的 20台多是吗 嗯 在这 20 20呢 竟然没有耶 没有啊 太过分了 好吧 慢的咱们是排列找不到了 杠T 根 好吧 慢命里咱们是要安装的 SSH杠T跟呢 那杠后部呢 杠杠咱们刚刚已经自行了 没有没有用是吧 杠后部也没有这个 帮助都找不到了 好吧 嗯 啥意思 啊 安特这不是安特一个文件吗 没有这文件 嗯这文件不是很正常吗 啊 嗯 我不就是要 用你生成文件吗 对我玩呢 看下钢S吧 而且没完 好吧 嗯这个就真是 找不到帮助了 找不到帮助就算了 咱们那个什么 最差的就是你的那个 钢T后面咱们要可以用哪种的加密的方式 嗯 好吧 那这个一样 最后就是你们SSH copy 你 黑狗呢 我我这边安装了吗 我这边是不是还没安装你的那个 二十二十二器 搞半天还没安装 哎没安装这边怎么会出来呢 啊 没安装我这个为什么会出来 啊那到这边买吧 看一下啊 什么玩 一样好吧 那这个就咱们这块的一个内容 那03 我就不再去做 好吧 03就不再去做 然后 咱们自己把这些的机器上的 所有的什么SSH 咱们都做一遍吧 咱们还有注意点就是呢 咱们以后的机型呢 你的本机 本机咱们也要做SSH缅密干录 好吧咱们有的机型它是不会看到你机器是否是本机的 它直接什么写命令的时候直接就是SSH到你本机 好吧这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我的执行命令的地方我是在本机还是在其他机场我反正就是什么反正就是直接SSH你才就过了对吧 你看一下比如说录台 然后二条 都不0001 对吧 咱们实际上是要做这种操作 那这边呢一样 123456 对吧也就是说你登录的话 你要什么 那本机咱们同样是通过SSH写方式来登录的 那同样是通过SSH写方式来登录的 那所以呢咱们这个本机呢咱们很多时候也是要做咱们什么免密登录的操作 好吧那然后就是什么这个一样路台往什么都不0001 好吗直接这个东西也是要做的 好吧这是一样的 就是你把COPY的方式呢咱们其实是一样的 好吧COPY的方式咱们是一样的 好那这个呢咱们就不用再费除了 对吧然后你再做一个什么SSH写咱们就是一样可以实现 好吧一样可以实现 那这个咱们就不再去讲了 对吧 对吧 对吧